我进来都没笑,听到这句话我真笑 啊,好的,是有点不好,他挪到隔壁房间应该更好了,他挪得近了,他以为我们走远了,他先说两个了,你这边连在哪一个,我这边还行,他是哪一个,我是AUS那个,阿斯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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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最近和我们玩 他又是没赢过,我估计他应该这块长得也不会给我们用的,因为他从来没赢过,他都不知道赢是什么味道 没有,我在玩天天狼人沙 40分装 我叫了一个有可能马上就到 我,我群里面叫了 你的群里面不是和你水平差不多的吗 你能做其他地方吗 不能 我不想跟你做一次 你不想和我做一次,你换呀 我靠,是我发言吗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靠这些几个人,3号,5号,6号,8号 龙哥,我是不是一个好人 你头像边上的紫色是什么东西啊 你的紫色是什么东西啊 你当然按照,别别别别搓在这个脚上,搓在这个脚上就自爆了 我是一个好人 他们几只狗在诬陷我的身份 嗯,我是一个好人 你们看不清楚形式可以把 哎,头上边上没有紫色吗 没有紫色,我把这个桌子吃下去 哈哈哈哈哈哈 在上面有个字爆 卧槽 这不是 是有个紫色 这不是自爆吗 是有个紫色 龙哥,龙哥,不用自爆了 这个,上面没有自爆两个字,我把桌子吃下去 哈哈哈哈 傻丢 为了误我可以这么说话的 哎,你不是那个什么吗 我不是,我是平民啊 那这个什么东西啊 放弃竞选 哈哈,你放弃竞选了 啊,我操我是预言家 你他妈傻逼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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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傻逼我晚上都没验人 哈哈哈哈 你别管我 我自己是预言家的 你不知道我的天哪 哈哈哈哈 傻丢 傻逼 傻逼 你们听见我还听谁汉跳的 哈哈哈哈 哎,预言家的 你怎么是狗啊 我操了吗 我看到那个图标 我还以为刘阿龙说的是那个呢 我想那个是蓝色的 但我想配合他一下,算了 哈哈 傻丢 他连竞逼是预言家都不知道 我的天 你点了吗 啊,11号在哪儿点吧 你给我点 你妈逼啊 我真的烦 自己点了,不知道 我发生一下你 哎,你是不是傻点阿龙 我以为我是个平面 我刚才进去我以为我是个平面 那你是个傻点 你观察什么 就是,观察什么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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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撑哥还是撑哥 撑哥撑哥 你是不是那无限道理的人 啊,对对对 刘正明那个 一将功成万古空 那你,你看你 这,这些多什么样的饮料 你用茶呀 他没喝过 他没喝过 我请你,我请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我也没什么 诶,我也没喝过 哦,不是傻点 我是个平面 你们这群傻逼 我是个平面 这个人头像用的是愿家 哎,你们会不会玩这个游戏 傻点 你过来,过来 哎,你看,你看 这个人头像用的是个愿家 并不是说他身份是个愿家 傻点 我也没喝过 OK 都没喝过是吧 过来 我不过来 你手放下去我就过来 傻点 你手放到后面去 哎,你这样的 你这样的 你这样的 这一招 这一招 他都,他都已经 防备完了 哎呀,内裤还是没 还是那条内裤 哇操 还是那条蓝色的 内裤 还是那条蓝色的内裤 好吗 换了换了换了 没换 哦,换了换了换了 刚刚看到那个蓝色是什么东西 蓝色是你的屌 啥脚 哈哈哈哈 什么危险啊 谢谢大家 为王宝宝众筹了一条内裤 就是这条新内裤 哇,我可是 我给了两分钱 我给了两分钱 我们前天真的在群里 重筹了一条内裤 我给了两分钱 所有的群里面 都付费了 你妈不叫你什么东西啊 挺好的 你批款就行了 哎,你们能不能安逸一点 我这个游戏 我都不知道怎么玩了 什么东西 老子只要选好 你买单嘛 你不吃鸡蛋 你想去吃饭 你去吃饭 你不是制造型 character 你不是那个谁吧 不是 那个谁 文文坐我边上 你要坐他边上 我坐我边上 你去问问 你去问问 你去问问换个位置 你去问问换位置 买了呀 我不想 这比你 您说说变了 我这比你 来来来来 这什么东西啊 牛肉 你吃辣吗 我不吃了 那你吃了就吃了 这很辣的对吧 是不是很辣的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怎么样 对你来说应该有点辣 我怕辣的 因为我让我妈弄的没有那么辣 我能直播拍卖吗 我能直播拍卖 包油吗 你这有味几味吃 龙哥刷个二维码让他们付一下款 哈哈哈哈 然后龙州要打电话了 龙州你坐这吗 你坐这你坐这 我不喜欢跟王国在部分 你坐这里你以为就安全了 信箱微信 哎 哎 今天人够吗 够了 你够了那我不叫什么 你好像能叫到 有一个人来问有没有位置 六点半叫到现在 男的女的 男的 男的 有个女的 有个女的 有个妹子来了 我不来 你让她来我坐上面 哈哈哈哈 那我不叫了 不要叫了 有那个木木也来了 在路上了吗 哎 那个太极木怎么也来了 木木已经来了 路上 他结束好了 哎 讲个道理 我只要看到一点点小礼物 就今天帮你们叫酒神 好吧 多的礼物我不想要 哎麻烦你 哎呦我靠这个 这个直播生怎么 没有美人的了 太开心了 有多少人 四千个人里面有没有人送那么一丁点小礼物 一百一万 我把酒神叫来 现在连线酒神 活着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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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得出 够了 什么礼物了 回见了 飞机啊 好了好了好了 我看到很多 看到很多 我帮你们叫 我帮你们叫 你时不时的刷个什么样的飞机 一百块钱的飞机 好好好 我真的看到飞机了 我操 小M你是狗啊 你他妈的能不能克制一点 你不要在这个直播中 你开一个玩笑呢 小M 把自己的梅子给套入一堆 小M 小M 可知可知别说了 别说了 我叫我叫我叫就死了 我会请那个 李锦喝一杯冰红茶 是哪个小M 不是我 不是自己 我自己说的 我叫他的直播间的粉丝送给他 你 哎呦 小M你还不是黑品去做 他等下又要吐血了 可以说呢 可以叫 可以叫 诶 杜杜来了 杜杜走走你旁边 杜杜坐坐你 你看着他 干什么 杜杜怎么会干我啊 你傻不傻脚 我叫了九神 我叫了九神 他现在在解说 解说完了就来 好吧 他是不是用加湿卡 我感觉他说了一个星期啊 没有露脸的话 可以加湿一分钟 一分钟啊 现在有 加湿一分钟啊 这么多啊 30秒到一分钟之间 哎呀 只要露脸 对的 你好 你好 别说了呀 你有病啊 你有病啊 你别说了呀 我会请李锦跟小杰 每人一杯 十块钱的冰红茶 十五块 十五块了 来来来 谢谢啊 红黑 你们啊 红黑 我已经没有心情了 好了好了 那冰红茶来了 那个买好了 凭你吗 这是别人买的 这是别人买的 龙哥 谢谢小杰 我送的那杯子 红黑红黑 好的 九个人正好 四十一 好了好了 爷爷别再送了好吗 爷爷爷 我求求你别再送了 真的我收不了了 好吧 好吗 大家的礼物到此为止 我已经叫过你们的大九神了 好吗 他没有那个呀 他没有加时间 他录脸也只有五十秒 他没有识别 他有些要识别 他长成这个样子 长成这样子 估计不识别不出来 哦 我知道俊俏的脸 刚才他应该识别出来了 天哪 你不喝 快点的时候 识别出来了 就给你六十秒 对吧 不可能 哎呀 这狼啊 这狼什么东西啊 还是狼狗啊 甚至大野狼 这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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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你的 防管 防管一个火箭 谁刷 谁刷 他本来是两个火箭 但是我在这里 组长一个火箭 就直接上防管管 管他呢 反正又不是我的车 啊 什么 一个火箭就给防管了 不行 好 谢谢 元飞扬 元飞 来 啊 本来两个火箭的 哈哈 元飞扬 你说句话 元飞扬 你说句话 直接给了就是了 管他呢 啊 完了 完了 哎 那个元飞扬 说句话 我给你防管 哈哈哈 你这是交集吗 那实在 也都不够像 你应该是在交喘吧 三三一样 一点都不像 元飞扬 妈 比七个 九个人三三一呢 你指的啊 已经是防管了 你个傻子 哎哎 九个人三三一呢 嘛 啊 解释完 过来 对 让你们知道 红飞界的身 你还要做那个火箭 小艾姆你干什么 他做那个火箭 他做那个火箭 又做出飞机吗 就算了 啊 小艾姆给个防管 快 快快快快 我也要防管 我要禁言这个人 小艾姆你有种说话吗 有种老子就把你禁言 这是二四五六号是吧 对二四五六号 二三四五号 二四五六号 二四五六号 这他妈什么东西吗 这是啊 风碟网餐 是风生的风 我他妈说 别人送火箭给一个防管 没有说你 为什么你他妈的这么自信 每次我说话时 都以为在跟你说 别说别说什么都别说 我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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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小艾姆姆的 祝你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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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九号已经 那我也一号 有没有感觉到我瞬间穿完了 感觉 你这一号那么困难的了 是的 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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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号是谁 六号是他呀 我没有兴趣 十号 十号 你十八号 我坐进去吗 忘了这个盘子 也过去了 嗯 我们先开始去好吗 嗯 三三四拍什么 没有 是红黑 一二三四五 那就三三三先打一把 红什么黑啊 拿进去 六号 哈哈哈哈 什么叫镜头转给我 你送什么东西了吗 没送东西转来转去的要求那么多 不转 不转 就看我 你帮我也剪一个 三三一是吧 不 三三三 我没剪吧 三三一 活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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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平民十个人 大家都抢到 七个鱼丸了吗 妈的 什么都没抢的 吃桌子 你抢到 七个鱼丸 我就随便玩 好了好了 哎 大家都已经抢到自己要的鱼丸了 现在跑到其他的主播那边去把鱼丸送掉 知道吗 鱼丸要消费掉 所以我就随便投票 如果投票 不是缺个上帝 麻痹瞬间两万 上帝三三 上帝三三 我坐上去 我都是偶尔 你坐上去吧 服务员你会坐上去吗 肯定一万八 一万六 我上帝一万六 别动 我也要抢抢我 还没抢的 服务员你会坐上去吗 他能成生吹吗 你是不是在哪 老板在哪 要么就肥 二十没来 二十没来 我现在给我人工培训一下 每个人都得会上帝 阿瑟上次我吃到老板被我打疯掉了 你们在一起玩吗 那天还有吃吃还有那个拉扫 你没打死他 亚瑟个侠打到后面身份也没有 牌也没有 什么时候我们也组织一波了 大老板 文哥不会玩 我们准备开始了 文哥很简单的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大家好 我叫刘二龙 我因为减肥了 所以长相跟以前不一样 但是放心 出生年月还是那个出生年月 所以兄弟们 日一样吗 出生年月日的日一样吗 谢谢袁飞扬 袁飞扬你真的 你看你这些小日月 你不是找不出来 妈 我手机跟油箱都不保住 都抢不了鱼丸 我本来想为龙哥做点恭喜 时不时的也送上个100鱼丸 这边玩算命吗 没有玩了吧 没有玩算 你们都开四季这么好 对 他们这个 他们都开什么 来来来来 来 天黑币 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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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 三三 点三 三三三 三三 那怎么了 只有两个狼同伴不甘心啊 哈哈哈哈 三四三 莫狼太好人了 那我们优势很带 刀弹,刀弹算赢吗? 刀弹算赢 哎呦,这个人怎么搞的 哎呦,你怎么会刀弹啊 白身先退趟 不管谁跳鱼 我们现在去什么去了? 七女白三三三 这个稀丑能不能可以啦 闭眼啦 又没上帝了 我不是上帝啊 真无数啊 那个头上下,趴在桌子上 记得我们上次刀女巫毕正房吧 抖了抖了抖了 狼齐 确认吧,确认比 无齐 一个秋香 农天 真相伶 快速 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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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紧张 因为坐在南枪床边 闻到一股火药味对吗 景辉流 景辉流就这边演过去吧 8号9号训练 昨天6号玩家是我一张精髓牌 就是很高 很开心 因为6号也上井了对吗 那我应该是个预言家了 好吗过了 带我了 那不可能是你了 你们都没选啊 嗯 那就是他 出局了 就是他吗 谁带来的 哈哈哈 他说他觉得你后面有一股火药味 然后也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不会质疑 你知道预言家是假的吗 什么发言啊 哎你们后面预言家见不见 我叫个预言家直接把他摁了 哈哈哈 你们不要跳 跳着他就自爆的呀 我轮轮捅你啊 我不知道你什么发言 我觉得你 但才是个好人 你就反水 然后把他飘出去就可以了 哎 南枪 我这边都妈夫 不要插他话题火药味 我又 我不想 反正你们后面 因为人家不跳我都飘他 我不管他什么时候 我过来 保了 六号是我的精神牌 现在养成一个坏石怪 拿到认为人家赏赢 就只能一样李锦 六号是我的精神牌 十号 谁给你的勇气 新入职就玩 你看 出局 好吗 锦惠刘啊 锦惠刘啊 我觉得王宝宝都保了 李锦市长好人牌 我们三个人好人 给你们拿了点空间 我不报锦惠刘 你现在自爆还还可以 好吗 不报锦惠刘了 因为王宝宝我觉得 像市长好人 如果你 应该是好应该是好 我们三个人好人估计 所以你们拿人 就直接交牌 好吗 不报锦惠刘 六号是我的精神牌 过来 五号牌本来想上来 搭了身份的 但是莫助为发言 而且 现在看不出来什么 我先退水吧 就让 五号和四号 就警察人投票 看一下票情再说了 过来 我退水 怎么办 我相信这个7怎么办 我退水了 退水 我相信这个7怎么办 我不大相信这个4 这个4说 往往我都说 我是个好人 我们总共是个好人 你们两个人 发我精神 我总共是个好人 那你做嘛 7啊 7就是天黑之前 说的那句话不好 我怎么可以捣蛋了 我对这个4天是有种不信的 怎么办 白水一样的 白水 我反正反水的嘛 我请给我算了 这个8是个狼人 我这个看 看这个8投票嘛 8投到哪里 哪里就是个狼啊 我就退学了 你们自己选 我反应这个4 哈哈 来 现在竞选的把牌子挤高 4-7 来 举 现在开始投票 3-2-1 原来我一家投票 现在开始PK了 我哪 下一轮我也可以啊 下一轮我也可以啊 后围先 后围是我 这个时候给我直接放了 就是 举票呀 我老头怎么不举票给我 维尔你都不举票 万年高贵 维尔你是个高配玩家 你都不举票 心里有鬼吧 那好吧 我给维尔点压力 我就先验你 先验维尔 维尔十号 二号 一号 一号 杜杜也没举票 在我心目当中 你这高配玩家 就这么简单的 你们都分不清楚啊 我搬进去的 我搬进去的 就一九吧 一九训练 我然后 剩下的一分半时间 我就要跟 我要喷这个 我喷吧 我 不喷不喷不喷 呃 他不是演出来的 而且王宝宝在我概念当中 他很少这种 就会去打倒戈 所以王宝宝二号 我觉得像好人 好好人 我好人 你是我验出来一张精水牌 那我们三张好人牌 我觉得大概能赢吧 好吧 既然你们不投票 一九你们不投票 我就验你们了 给你们点压力 七号 哎呦 这个 这个精水 这理解你什么时候 退不成这样了 才一天没玩了 你真的 这个你都 这我 我不说 这个人喷他 他又要受管 我尽量 调整自己的 那个 那个怎么说呢 这个 发言的一个状态 让你们看不清 我好人跟狼的时候的 一个差别 那么我们来聊一下 逻辑 首先 七号 白天说的那句话 你觉得一张预言家 会跟你们 会问你们说 哎 刀鞭还是刀鸣 一张预言家 应该不会说这句话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在报警徽留的 他在报艳人 艳人信息的时候 都已经报错了 他说一开始说什么 五号还是六号 后来说 六号 是我的精水牌 就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你们都没有看出来的话 那我也是无语了 他连自己的 验人六号 他都记不清楚 你们还能信任 他是一张真预言家吗 且我的精水竟然 大家 我相信我的精水 是挖坑式发言 他就是挖个坑 看你们谁敢投票 结果你们老人都没有 钻这个坑 不敢投票 好吧 刘花四尾精水 然后先验一再验九 这是你们逼我的 本来我不准备报警徽留的 二号我生保了 过来 一我认为应该是个好人吧 二就是龙哥锦上这样发言 在警徽留第一个的 我是套龙同胆 我应该会上票了 九在两个人的警徽留里面 没上票也偏好 这个8在我第一警徽留不给我投票 那我第一警徽留还限这个8 第二个我把王宝宝验掉吧 因为毕竟 PLU第一 有点畏制你的配置 所以我 但是我也比较畏制南昌的配置 所以把它翻掉了 有四张好人牌 那这个牌我认为 警下应该还出他狼同胆吧 不可能 警下没有人投给他 因为我知道我是运言家 我吃不到票很正常 但是他是当狼牌 他吃不到票就比较奇怪了 所以 我想把警上的王宝宝验掉 如果 就先8后2 如果 8 2 验出来 我觉得大概率要出狼呢 那到时候验出来再说 我觉得一上好人 九偏好 14X那么 只有这张5号牌了 因为这都是我精水 就是 开局为什么去说 刀弹算不算赢呢 因为我觉得333 如果 图两边都能赢的话 狼还蛮好赢的 但是 更加重了我这张愿家牌的职责 好吗 准备了 先8颗 我是张愿家牌 六二斤水 锅了 现在开始投票 3 2 1 我都7 7号3票 4号1票 7号到2 2了 2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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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怎么没投票 哈哈哈 现在宣布结果 昨天晚上 您就进去了 我在光页里 我看得到 您安逸 走我看得到 金座 嗯 我方言 嗯 我师赏好人牌 对吧 为什么没有投票 我是想站边7号的 对吧 因为我论你的第一警会 但是 场面上唯一的好人是6号 他是雙精髓的 他告訴我 我是張狼人 我投誰 誰就是狼 那我不是要誤你身份的嗎 所以我就選擇7票 所以我就沒有投你 對吧 但是你錦上能吃到7票 7票 3票 3票 我不認為你發言有比4號好在哪裡 當然這一票6號是投給他的 沒有問題 那麼我就要聽3、5的發言 9是投給4來 3、5的發言 這我看啥 這我的 這我的 都是你們的吧 對 對 韓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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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說一句韓語吧 不然怎麼證明你是韓國人 康商你的 我不是康商你的 哈哈 他殺掉死你韓國人 對 對 好我繼續發言 對吧 我試上好人排 好 你要驗我就驗我 好吧 我覺得你驗我 算了 我不好身份 我就不好身份 你驗我 驗完我 我再不好身份 好吧 但是我覺得 我聽3、5的發言 3、5的發言 如果OK的 那我就幫你去穿這張4號 如果3、5的發言 讓我聽出來有狼牌的 那對不起 你不是我心目中的面子 我會出氣 好吧 我跟著6號走 6號雙丁水 6號和誰 我就和誰 6號站邊誰 6號站邊誰 對吧 很簡單的遊戲 我現在隊形已經滿清楚 好吧 嗯 火箭火箭 誰啊 我這邊怎麼看不到 基本上發言結束 謝謝阿倫 好久不見了 你認識阿倫 我覺得我前這位8的發言不是很好 沒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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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號站邊誰 你就站邊誰 那到底是你想站邊誰呢 還是因為6支張雙丁水站邊誰 你才站邊他 所以我覺得你是找不出來站邊誰的理由 所以說要 你6為一個就是黨劍牌 然後我覺得8的發言不好 而且你底牌是張好人看 你站邊誰 你緊下可以聊得清楚了 為什麼6認為你是蟑螂牌 你就不敢投票呢 對吧 然後我說一下我站邊4的道理 就是以7頸上的發言 就是頸上第一個的發言 我覺得7好像發言不是很好 可能是個玩得不是很好的玩家 所以我的小衝動 一開始想投他的 但是我覺得4 而且4這位玩家 他既然僅會留不報 對吧 我覺得我可以上票給7 但是7頸上發言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不能被新手玩家這樣子去蒙蔽吧 所以我比較謹慎我就沒有上票 但是在PK台上7這個信息量實在是太大 你告訴我一九兩張牌都沒有投票的 你告訴我一九兩張牌都沒有投票的 僅憑4在PK台上說要驗一九 你能把一九兩張牌定為好人牌 我覺得你像是一張老人牌 對吧 再說你說我九這張牌 進你們兩個人的警匯流 我沒有上票 所以我是張好人牌 那麼請問4在第一天 在第一個發言的時候 他有沒有報警匯流 他是說我嚷嚷你們 我不報警匯流 對吧 我是進了你的警匯流 我沒有上一票而已 所以我覺得7是 首先默認我底牌是一張好人牌 然後再找一個理由說 為什麼覺得我是一張好人牌 對吧 所以我覺得7是一張老人牌 然後那個4是張預言家 我希望6這個玩家你醒一醒 對吧 我覺得你配置應該還可以的 聽過半身發言 沒關係你聽三五的發言好了 聽過半身發言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站對邊了 好吧 然後那個這個妹子叫杜杜 是個化妝師 我想問一下 你在警匯發言的時候 其實已經聽過4期的發言了 對吧 為什麼 警匯的時候你沒有去選擇 在4期裡面告訴我們 你們的你的站邊 而警匯投票的時候 你要投的 對吧 按理來說如果你4期裡面 你已經有一個心理想站邊的人 可是你當時是在警匯不能投票的 那一定會告訴我們好人 比如說你是站邊區 你會說請大家相信7號 因為我覺得7號為什麼是張預言家牌 你會為他拉票的 但是你發言不發的 你投票投他的 所以我覺得5向是張拉牌 現在我在聽他發言吧 好過了 我曾經在剛剛網下臉 因為反正發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警上發言沒有聽 導致我必須曾經在網下臉 那麼我聽了聽警下的發言 我覺得9還可以 我覺得8滿向狼的 對吧 尤其是那句話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那個6 6是站邊區的 他說6覺得我向狼 那你覺得你跟他站邊一樣 緊一下好好發言不就行了嗎 我覺得這句話特別向狼 對吧 最後我反正我會聽聽7跟4的發言 我最後再決定投票 然後反正8說跟著 跟著6的對話 最後看你投票 過了 2號發言 不是有傷心血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這麼想的 我頂上說我站邊4 6跟我說70個月 我想常常 老人殺 第一 宣傳主播 被一個新手玩家摁在桌面上也挺好的 我無所謂 哈哈哈哈 我隨便 你也好嘞 哦 哎 我就叫你反隨 反正你反哪一邊都是反隨 哈哈哈哈 我想啊 如果劉阿龍 他是個狼汗翹 被一個新手演員家摁在地上也蠻好的 他是個演員家被一個老人出出去更加好 老人不抱緊揮柳 出局 呀 我不管啊 我跟著你精髓投 我一定跟著你精髓投 他不投 我他媽也不投 場上唯一的好人都分不清楚我 為什麼分得清楚啊 要不我們效保一下黃金十二公外置為頭一個 哈哈哈哈 八 四郎嗎 哎 你說八四郎嗎他更加偷吃的 我不知道 我反正音樂家說什麼我都不聽 我糖我煮了 警告一次 再次校長點殺 我 我跟著六頭 哎 你想 你想你是個好人 乾脆糖 啊 我糖我糖 我就這個姿勢好嗎 我不起來了 等會 等會你的左手代表你自己的票 右手代表我的票 你兩個手一起出去 哈哈哈哈 我過來 等會他左手代表自己 右手代表我 好吧 過來 我就愛這位吹一個吹到王寶寶車 對吧 就第一輪為什麼沒有投票 你不要看我 第一輪為什麼沒有投票 首先那個幾號來著 七號他那場外都挺嚴重的了 他說 他說刀蛋還是刀鳴 如果他但凡是一張狼人牌 那狼為什麼要起來叫他跳呢 他白天那個表現那麼不好 對吧 那只有兩種 第一他是個真原家 那後面話就不說了 第二他是皮狼 那狼隊讓他跳一定是要打倒舟的 所以我第一輪就7票了 我沒有上票 那我看了一圈 底下沒有一個人跟他上 就一個人 如果是他是狼 那4就是個真原家 那底下也沒有人跟4上票了 所以說如果狼隊派他來跳 是什麼配置派他來跳了 對吧 那一定是要打倒舟的了 所以說如果打倒舟的情況下 他王寶寶這張牌是第一輪警察 去幫你號票了的 對吧 他說他不信這個7號 那王寶寶你就把他揮成好人牌 那你覺得場上什麼配置 他摸我 他現在摸我 誰啊 他 如果你不警告他的話我摸他 你也不要警告我 警告一次 再細節一下 那我覺得你去盤他是一張好人牌 我覺得那你盤狼在哪呢 什麼配置讓他一個場上 白天場外那麼嚴重 而且信心那麼不好的人來跳 你覺得是一個什麼樣的配置呢 那只有能打 只有所有人都去打倒桌才能讓他來跳 對吧 但是他擠一下你吃不到票 他也吃不到票 那麼就說明他不是一個 就不是一個狼人打倒桌才跳 那我就想戰鞭他對吧 這王寶寶要不然外出的出 你就出了吧 我覺得你挺怪的 還有你這8號 8號你說我身份不報 你下一輪報 你單凡有身份你怕什麼呀 你舉得這個6 你舉得這個76能把你怎麼樣嗎 你舉得這個4 6能把你怎麼樣嗎 你單凡有身份你怕什麼呀 所以說你這發言也蠻怪的 你出的話想出4 或者就出了抱抱吧 夠了 出了抱抱吧 我你是幾號 我說7 我只出7 我過了 5號還發言 我先回答一下9號的問題 9號說為什麼我錦上沒站邊 因為我知道就是第一輪投票 反正我是上檢的不能投票 所以我根本就 當時我分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沒有說我支持哪一邊 我想看一下錦下投票是什麼票情 結果大家都不投票 平票了 平票了那麼我想嘛 那我想站邊了 我站邊7號嘛 一個是 一個是就是說 我不太相信龍哥 對吧 因為我看這個萌新進來的 他是應該是新進來的 不是常玩的 我不知道他是 經常玩還是什麼 但是我看他在直播間裡面 面通比較新 不知道有沒有經過這個 就是經常來直播什麼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敢發 他是第一個發那個 錦上後製為一張精水牌 就是發6號 6號一張精水牌的 就是說他的可信度 我覺得是比4號高的 4號是緊接著 7號發完6號精水 4號再去發6號精水 可信度就比7號低了 第二個 錦下投票 投給7號的 我自己我知道 我是這張好身份牌 6號李錦一張雙精水牌 也是這張好身份牌 他唯一不確定的就是3號 3號發言 我現在聽下來我不確定 因為如果他不說要出文寶寶 我覺得他的發言偏好 但他要說外之位出一個 那我不確定他的身份了 有可能他想外之位 就出掉一張好人牌 是吧 狼的話我覺得就是說 可能是在可能19裡面會出狼 因為9的發言 他第一個他是掰了那個7號 7號的發言 他說7號說19都像好人 我覺得7號剛剛說的是 因為19都在4的警惠流理 所以19有可能出狼人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1號的話好像一直不太狀態 我太清楚 但是我覺得4號既然留警惠流流了19 我覺得19裡面可能會出狼人 這輪我站邊7號出4號 過了 我的發言可能 因為4號給了我很多發言時間 所以發言時間會稍微久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首先啊 我介紹一下昨天我們去幹什麼 因為昨天沒有局 是這樣的 國家體育總局 卡牌遊戲中心的辦公室主任 給我們東沟派的開派主司 發出了邀請 說最近是狼人殺戒出 就是 倒溝遍地 然後災情嚴重 然後請出我們東沟派的主司 到各地去刑查 確實我們昨天也抓住了很多 在各個周遊巴的各種倒溝 組織過去 我們一眼就失脫 我認為這局他媽又有倒溝啊 首先七一定是個冤家 這個無可厚非 因為我不知道 我就怕這個山又在倒溝 你知道嗎 這個山 這個山投票一直看著 我第一輪他都不敢投票 第二輪是投票 不是 你都知道七可能是個真的冤家了 你為什麼第一輪不給他投票 之前的介紹已經過去了 反正昨天我們就幹了這些事情 我認為四汗挑 對 我認為四汗挑 因為七的井上第二輪發言 一定是個冤家 我覺得這種發言再也不是個冤家 沒天理 好嗎 就不投七的 我也不知道你們怎麼想的 尤其是二號玩家 二號玩家 不QU的總冠軍嗎 還是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氣票 說白了 還是就有偶像包 不敢看的 我會做的 然後我 敢戰就戰 對吧 敢戰就戰 哈哈哈哈 把事先投了 你進去報警 我驗誰呢 有三個人是有可驗價值 一個是酒 酒 上來他抨擊我 他說他意思 你配置還可以的 你醒醒吧 你要醒過來 四十個冤家 結果在我看來 一定是個冤家 酒是可有可驗價值的 是個狼 請他出去 是個好人 因為他可能最近很久沒玩了 玩得陌生也有可能 剩下來了就是二三個 我已經點不了 不是從 不要不能說 剩下的就是二三兩個位置 三呢 我就怕他打到很多 三是我的門徒 但是他一直是 就是每天都不知道為什麼 駐紮在東溝的營地 我沒有 這個緊張一下 這個摸回來 哈哈 嗯 摸回來 真的你要不就給我驗三吧 你就給我驗三 這個 這局他要是再到過 我就 我就 扶了他 王神龍不要驗 其他人你也驗不到 這個不行 身份不好的不行 退了就是 我就想證明這個三 到底這把有沒有到 好嗎 三 就這樣把事情說 四都一直在笑 他意思就是 是其實這種效能一直在給我壓力 他就是 哈哈 我就看你出球了 我反正出氣 但是對不起 我是一個打反心態的玩家 你跟我打反心態 對不起 對嗎 我是心態主重 你是 道波主重 好嗎 你試著留個良心 萬一他們不到你 你就三九或者三二都可以 好嗎 三你先定 我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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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三九 三九吧 然後我又給六 兩郎 四樓 我認為八是個狼 因為八的發言說 他知道我是個願家 但是由於你六 說我偷給誰 誰是那張漢跳牌 所以八不敢投票 而且 為什麼四都那樣發言 不自爆嗎 我認為第一警察應該是個狼吧 我認為八不想去演了 跳不出身份應該是張狼牌 我就驗三九 先三後九 應該是先刀我的吧 沒關係的 你心裡可能會想龍哥這樣玩 可能他底牌是個預言家 想看你站錯邊 但是不可能 因為我是讓預言站出來 你不會站錯邊 今天出四 其實我覺得呢 道波牌 像五呀 我覺得九都不太像啦 因為九如果是個狼 他已經盡力在幫龍哥 龍哥不應該認狼 對吧 我認為九 所以我把九放在第二警會 我第一警會的 我先去演三 我覺得三五裡面 的確是要出一張倒勾牌 因為我覺得一二都偏好 就是說我認為一二都偏好 八 我現在心目中的狼坑是八 三 五 出兩狼 然後四十個狼 好嗎 今天 我應該不用再多發言了吧 我應該可以出四了吧 因為我覺得龍哥已經放棄了 對嗎 那我就三九勝宴吧 來 我三明將來出四 領長規票四號 伸手投票 三二一 四號玩家出局七號兩票 七號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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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然後四號全票 四八九 有一兩兩票 有有有有 我們這邊死了都演 因為增加節目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也都死死了 你甩鍋 無所謂的對不對 哈哈哈哈 好辣 好好聊 我實在很難好好聊呀 首先 七號 他肯定不是一個新手玩家 他應該是一個新人玩家 因為剛來我們這個局 勇氣可嘉 誰帶過來的 誰帶過來的 我也帶過來的 我現在就沒有帶過來的 你是我們群裡面的嗎 對 哦 那我帶過來的 哈哈哈哈 這個是我帶過來的 我今天 KQ群裡面 每個群都挑了一個彈幕大神過來一起來玩 玩得不錯 你也是群人 你也是群人啊 這兩個是我帶過來的 這兩個都投了幾 都投了四 OK可以可以可以 下次不要來了是吧 哈哈哈哈 來來來來來來 不行不行 來 這局也 這局你是carry的 對不對 當然最carry的是我們的李景同志 雙精髓 我一張 狼人牌 覺得這個廠商配置都太高了 所以我就給李景一張雙精髓 告訴你們 李景這個人肯定能站對邊 給你一張雙精髓 對吧 這就是我一張狼人牌 然後 王寶寶啊 你投了四啊 王寶寶不會這麼做做吧 井上說 不信三號 井下直接投我 不信這個七號 嗯 算了 因為建於這一局 王寶寶如果是狼的話 李景又這麼 笨笨蛋 我們好人估計也贏不了 那麼 七啊 那三號怎麼急 你也得吃個狼人牌啊 三號 是吧 李景再怎麼笨笨蛋 他至少還能找出你 三號有可能是一張狼人牌 但是那 五號啊 反正你們carry你們的我carry我的 我只跟 我 不說 我內心當中如果我點對三匹狼 那麼 OK 我自己的個人這一局個人成就就過了 因為 這一局跟我發言無關 是 雙精水帶的對 嗯 所以 我只要點錯三匹狼 就行了 七號 八號你現在不驗了 八號我第一天聽發言 你覺得身份不是特別好 七 八 三啊 五號又是什麼個東西呢 五號 氣場倒是還挺可以的 好吧 那我就點吧 七八三吧 好吧 378 你們carry你們的我carry我的 如果 378 43的狼人牌 OK我個人成就 OK了 那麼 恭喜雙精水啊 歸了一張狼人牌出去 你們 你們 老人千萬別自刀啊 千萬別自刀 自刀的反而 搞得好像雙精水歸對人一樣 啊 發現過來 男人請斟眼 嗯 嗯 男人請斟眼 嗯 男人請斟眼 確認請斟眼 7号玩家 请移交警徽 给3 警长组织发言 我站错边了 我伤好人才对吧 因为为什么要投7 因为7说我爸是张狼人 那没办法成 我只能投7 他连验我都不敢验 可我怎么会怼成 但是他倒排了 对吧 那么30张金水牌 60张金水牌 然后呢这个牌没空间 那么问一下9人 我没有资格打你们出事的人 我只有资格打你9人 对吧 这牌我10张村民牌 我如果10张狼牌 我这个时候跳上白痴牌 工作一下就可以了 我是底牌10张跑人牌 好吧 其实我把我投票的理由已经说了 因为他说我只不值得演10张狼人 那我就存他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好吧 我底牌7张好人牌 其他的分析的话 那这个牌一定有人打贝勾的 你绝对 因为到了7一定是要 是来误我 对吧 现在就这样 你三四张好人牌吗 五有可能是当到货 我知道警察也说你有可能是当到货 真元家也说你当到货 对吧 没关系的 你们要排水我随便 我想问一下 女巫第一天能自救的 不能自救的 那么没有空间呢 我们女巫再跳一跳 饮水抱一抱 这局不就结束了吗 你如果说认为我上完牌的 那你就读掉吧 好吧 出掉一个读掉一个 你不再排水感 好吧 我把我头7的理由告诉你们 我过了 你头7是因为7认你是狼啊 那4好像我们全场有半数玩家 都不认为你的发言过好呀 而且请你回答我呀 就是啊 你也不能回答我 当然那剩下的玩家告诉我 8这个发言 7一倒牌 他就认他是站错边了 他认为4是一张狼牌出局的 那你底牌伤好人牌 你找不到 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底牌伤好人牌 你找不到4的狼同伴 你也不可能验了30斤水 你就往5那边砸 为什么 因为3 5两张牌是 紧上上票给了7的 对吧 你认为狼这么傻 紧上就打到勾吗 你最多在1 2里面先去盘 才能盘到5 对不对 因为5紧上上了7一票 紧下又帮7冲票 5是1加2的 1 2两张牌 紧上没有帮7冲票 紧下才冲票的 是不是指甲 2分和1分的玩家 你先去踩那个2分的 再去踩 然后1分的玩家都不去量 我觉得8的发言还是不过 不过关的 8像是一张狼人牌 那我底牌是张好人牌 就我一个人站边4的 4怎么可能是一张狼人牌的 对吧 而且你觉得7这个轮次他去驿3是不是很滑稽 我不知道你理解是在挖坑还是怎么样 你觉得7这个玩家在1好像是没有铁站边 但是单打了8是不是 在7的视角里我9是强势站边4的 9是一张应该是一张狼人牌 但是他说为什么是张好人牌 我还是没有听懂 他认我这张好人牌没有关系 但是场上盲点位是去1 2两张牌 他肯定是在1 2里面去验的 怎么会听你一张金水牌的发言在3 5里面去问呢 所以7的验人也不像是一张预言家牌 对吧 且3是站边他的 他如果倒牌了发3狼痛办一张金水牌也有可能 如果7赶第一天直接验我9 他说今天我先出4对吧 晚上我验9 我觉得7这张牌可能是张预言家 因为9底牌是张好人牌 他就算自刀他没有收益 除了扛推预言家他就没有收益了 因为我底牌是张好人牌 但是他去验一个站边他的人 我觉得是很可以的 对吧 我想听听看3的发言 3今天是不是肯归8这张牌 因为在3的视角里面 8是站边4的 8这张牌可以出吧 且8就算觉得自己站错边了 他打的位置也不对 所以我觉得8这张牌应该是张老人牌 可能好人牌站错边比较多 所以8张牌有机会选择倒勾 对吧 因为6已经做了一张 6已经站了一张狼坑了 就我这样讲 我不知道你还听不听得懂 我觉得你应该是站了一张狼坑了 就是你帮他们补了第4张狼位 所以狼牌才有机会打倒勾 你锦上这样子补胃的发言 7一定是迟到警会的 而且3帮我去拍谁派7焊跳 那有可能7自己想起跳呢 一定要编出谁派他来焊跳这一点 我觉得也不成立 对吧 你以7焊跳 7就一定是预言家 我听不懂 而且我前面第一天发言的时候 已经说了 7他为什么认我一张好人牌 因为他说九近四7 两张预言家的警会流 所以我可能是张好人牌 当时4没有发 就是没有布置警会流 只有我进了7第二天警会流 在PK台上4才说要验19 可是PK台上的时候 我还没有投票 对不对 所以我说7这个发言 是有很大问题的 你怎么能说他是一张预言家呢 如果他真是一张预言家 我站错边了 那也跟我无关 因为7把我认为 定义得太早了 我觉得7是 就是7是 事先就知道我身份的 好吧 今天 听听看三规票吧 算了不要听三规票了 我请6号来规票 我觉得我这样的发言 6号应该不会出 不会出我对吧 要出也先出吧 对吧 过了 过了 其实我觉得吧 7号的发言是买单的 但是相比4号 7号的发言就已经蛮好的了 对吧 因为4号的发言 他只跟我说了一句 我今天什么都不了 我指出7过了 我实在很难想象 虽然我没有仔细听你跟7颈上的发言 对吧 我已经说过了 但是我觉得你颈下的发言 虽然相比7更差一些 所以我投了一票 我投了一票那个4 而且双金水也说投4呀 对吧 那跟着双金水水走 他说他说 他说那个叫他如果站错边了 那反正责任一定归到他头上 并且我认为你的遗言 4的遗言也不省好 就盘了我不知道他在盘什么东西 对吧 如果说这个游戏如果说89真的是两张狼盘 那我只能说9号 他这个他这个打法蛮奇怪的 对吧 第一天就把自己狼头曼才帅 因为我觉得89里面 我认为8很小张 如果说9真的是一张好人牌 那么还真的还有倒勾狼了 对吧 那么25里面要出1 最后一张倒勾狼牌 我觉得今天可以考虑先出8 出好8以后 那个叫什么 出好8以后25再拍 好吧 因为我觉得9这种的发言比8好人牌 而且我认为89不太像是两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叫什么 相比而言我更加认为8是一张狼牌 对吧 对 你是个好人啊 所以你的发言我永远听不出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暴狼发言啊 我多希望我是头狼啊 我是头狼二龙还需要跳吗 我直接摁他了 我都说了 我都希望我是招狼人牌 我都说 NTT的木木来了 哦 这个木木真的太吓人了 这是我给他副名 跳什么都有人性的 我哪怕碰到鬼了 这个人 我都说了 我说 我多希望我是招狼人牌 我都需要 我是一个不需要跳宴家就要把他吃摁出去的人 因为他的发言如此之差 跟这样一个发言二龙都跳不过 你还在 先把一处了 我都无所谓 先出一啊 什么东西 他说25里面有道工了 先把一处了 我也无所谓 我又卖酒我都不想出了 我就让你8和9的票 现在没有警长了 反正警长说我是了 我愿意为你们扛一推 这个警长不知道在发现什么样的严 他说先把他外自卫先出人把我二出人 我和7还能认识啊 我和4还能认识啊 我认识4 我就喊跳 我说4你给我下去 我说我来喊跳 不就完了吗 我都想干他了 我都没有起跳 那就说明我不是老 他让发言 那个 他们两个在盘我是个老 那先把他们出了吧 我同意哦 我跟你说了 他说 8、9当中出去游戏也不会结束 让他一言告诉我们 谁是倒过不就好了吗 盘8盘9盘点什么东西 我出一 我说到出一一定出一 警长归我我也出一 我就和你8盘9说 好吧 你们是讨厌 哎吴总要跟着我上票了吧 嗯 他说我跟你当中出一个倒勾了 我觉得你不是 他觉得我是 我就出他 我现在拉4票 应该可以架工警长了吧 我觉得你是个老 你也要跟着我投票 哎他妈他又摸我 刚才拍到了 他又摸我 摸回来 摸 可以不警告 你不太多了 赶快摸 好吗 我出一 我随便你 你要把公司 我也不是女巫 我出一 过了 你还要驾骗我啊 那我真的想把你出了 就打成了斗中了啊 听说的打斗都没进步的 那你认识是原家 你用7是原家吗 那我是一张精水牌 那9现在还在说 新应该是个老 4应该是个真的原家 那9是什么的 这游戏站错边不出的吗 就你跳不出身份 你站错边你就要出 所以我是一张好人牌 而且我可能是一张神牌 你今天来拍我 那7号是一张狼牌 他请会飞到一张好人牌手里 他唯一的收益就像你说的 就把这个4号常推了 我想不同收益在哪里 所以我认气一定是一张预言加卡 那你今天虽然你在那一直说 一直说我不确定 你是不是一张狼牌 但是你站错边 你要为你站错边付出代价 这是其一 那么王宝宝呀 我都说了呀 就你紧上你就去打了7号 这张在我眼中的真预言加卡 你身份也不太好的 要不今天归人我交给你吧 对吧 反正所有的归 多双精水来背 来我想一下 八九 半年出吧 五号我想放一下 对吧 因为到这个地方也没有跳身份 没有一张神牌跳出来 你们后面两张牌 有可能是失身份的 所以我暂时 因为我听不到 我不去打你们 那六号女朋友 莫之伟归一下票 我是觉得九号打这么哈 他也可能打一个反心 也就是我就是看不清 对吧 我就是要这么哈 那你们觉得 我已经做不成一张狼牌了 不好说定定 那王宝宝我是觉得你紧上行为不好 八号等发言呢 唯一我都说了第一轮你发言有点太虚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三张牌你们都可以来归一下 你们你是不是没身份吗 没身份把你归了 拍完上了 走六号你去归一下就归了 五号牌发言 就是说我这轮发言听下来 我觉得九号应该是张狼牌 为什么呢 因为九号现在都要认七号是张狼牌 七号如果是张狼牌 刚刚那轮刀一刀自爆 再刀一刀就好了 没必要自刀 自刀是一张没有收益的行为 然后你盘的逻辑 就是说你还要怀疑六号 对吧 我觉得你六号是张双进水盘 你为什么要怀疑他呢 对吧 然后所以就是说 九号这种行为呢 就是说我没跟九号打过 但是说他的行为不好 那一定要出他 不然如果狼赢了 那我们是不是很搞笑 就是说装疯卖啥 难道就可以赢这个游戏吗 就是说行为不好 就要出逻辑不对 那只是怪自己打的不对 是吧 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 当然如果以后可以打熟了 你好人就是这个逻辑 那以后再说 但第一轮打游戏 你这个逻辑不对 我就觉得九应该是张狼牌 剩下的还有张狼牌呢 是出在一二八里面 一二八呢 现在是八是被一九 第一轮猛打 第二轮也在打 然后一呢说 一呢说要打二和我 我五这张牌 我是一张好十轮牌 二我不知道 但一去打了二 二要去打一 就是说我觉得更大 可能可能二一里面出一张狼牌 但这一轮我会去归九这张牌 当然双清水 你要归谁归谁 但是反正就四张牌里面归吧 但是我倾向于你去归九这张牌 因为九的狼面是最大的 然后下一轮呢是下一轮再说 过来 你能今天说上话来都不用亮身份 是我赋予你的 警长不业你 你还是在扛推位 是不是 这个二是个狼人 第一天给四号过票了 他就打过七 那警下他还不投票吗 第二车他还不投票吗 并且他说八九再扛推位 他今天要强出一 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狼人吗 不行吗 就跟二号玩家 要去躺在那里躺躺就好了吗 把这个八出来 这个八 我第一天说他是个狼人 他不服 我说了你八 你敢投票吗 你敢投票我就站你反门 两人都不敢投票 那这个七 三轮没打你是个狼吧 发言的时候没打吧 他只是警上手说过 你可能是个狼人 你警下手没说过你吧 他甚至要验三九 都不来验你 你投成票了 你还把他死不了吗 一号玩家有一句话说得对 八九里面总归是一狼 不会是两狼 两狼们就不刀你 两狼们一定跟八九 是两狼们一定跟七变 刀了他 不确实八九就全输了吗 那刀了他们 也就是八九里面 一定有一张好人 你九啊 你醒醒吧 好吗 还叫我醒醒 爸爸出了 我认为倒钩啊 三不是那种 总归是个一啊 你们总会 你们这几个人 总归是倒钩成瘾的 就一言不合就倒钩 一言不合就倒钩 五是第一天上了 上了警的 第二天他投了七 我不我不觉得 而且他这段发言 我不觉得他像个狼人 因为他说 他出几来的 他出 他出九 哦 无也有可能 九跟八 你分不清楚吗 这个八什么发言 他说我站左边了 就仅仅凭这个七死亡 你就认为你站左边了吗 我还是认为你八四个狼 我第一天就认为你四个狼 把八先出了吧 第二天起来 一五九啊 我认为一可能是那个倒钩了 因为八九里面 把八 打成对铁狼走呢 把九放掉 只剩下五跟一了 我认为二不是个狼 五跟一啊 五是第一天上了警的 也没有说站边谁 第二天起来 他是投了七的 给了警徽上了 他也是投了四的 一号玩家两轮在警察不投票的 进了警惠也不投票 一认为四个发言不好 但是一不投给七 先出八吧 我认为一五九里面 应该是一个一的 过了 先出八 出票吧 警惠八 身手投票 三二一 八号玩家出局 然后一号一票 第二玩家户投 八号玩家请留意 这没什么好留意 想象还有两个 你继续去找吧 好吧 你们去找 我四张出名 好了 可能狼人会高明 我们就 我们自己去看 再扛推错一轮就输了 这个牌七号是打我狼位的 他说我不值得一眼 就这句话我投了 我认为他倒牌 就像我说的 后来我想想 他不可能自刀的 他知道干嘛 如果是四张狼牌 四张真元家牌 他四张狼牌 场上三郎 他没必要知道 外之外再倒一倒 起来就可以绑票 所以说 我说站左边 对吧 你最后 你双金水归了我 那随便你吧 过了 天黑请闭言 镜头关掉 狼牌 确认 必 女巫牌 他死了 姐要用吗 毒要用吗 确认吗 确认这个号码 请闭言 冤家牌 有个号码 还是这个 冤家牌 白痴牌 白痴牌 一天亮 什么啦 还活这么久 哈哈 杀掉了 杀掉了 主持发言啊警长 我想 谁用 就我先发言了 呃 反正现在为什么就是129里面 129的话 因为警长上一轮去归了8号 那 我认为 不是警长 就是那个 双金水上一轮去 说归8号 那 我估计按他的逻辑来说就是 他跟9号完 我觉得9号这个逻辑 上张好人牌 既然你不去归9号 那我觉得9号可以留一轮 对吧 那这轮就在12里面归 说实话 我更倾向于归1号这张票 因为2号的话 是因为他紧上去 站4号边去打了7号 但他紧下并没有去投票 上紧去投金掌票 他就没有投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 20张狼牌 40张狼牌 我觉得二汉跳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所以说这轮 这轮1可能狼面偏大吧 出1吧 就因为9的话 我上轮打他 是因为我觉得8 9里面出狼 我觉得他行为不好 我上轮打9 但是双金水认为按他逻辑是8更像狼 我觉得8 9反正是不可能是双狼的 你既然出掉8 你认为8是狼牌 那我们这轮就出1 对吧 当然如果紧张你认为2更像狼牌 挺你的 反正我觉得应该是12你们出狼 过了 然后先发言我是要让你们跳身份 什么礼物现在还不开足 就你们后面跳身份吧 就你们跳到我的身份 那我肯定要归你 你不跳身份你也肯定不会归 这轮 那既然你6号 你都把这个9号认下来了 对吧 那我这轮肯定不去踩这9号 那今天就 你又把王宝宝这张牌认下来了 那怎么出来 就15里面出了 那你们跳跳身份了 对吧 特别是我点到的短张牌 就你5号你已经跳不了身份了 你觉得你这轮 这个6号都保了2号了 然后他也保了9号了 那肯定在你个人1号里面出了 那你这轮还不跳身份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1号要不你跳跳 你有身份 我们就把这个5出了 我贴一下你们发言那货 1号能有什么身份 他是个牛啊 他是牛我就死了 他投票投了投我的 还是个牛我不死 他不是谁是牛啦 还要找的 第一天童彦童三分你也说了呀 我不知道谁 童彦 这他在聊天什么 我听到听不懂 不是我投你票可以 你怎么可以投我票呢 爸爸是张白痴牌 你也敢投我 出局啊 他对我做这个眼神 我说我是白痴 请你和我 我现在强势要求紧张和他拿个PK 请跳白痴和我对皮 外痴卫请不要投 我来告诉他我为什么是张白痴牌 好吗 你说你有身份 你有个P身份 你是个女工 你到现在都不读人啊 那我管和我没关系 你是张白痴 请踊跃地投我 大胆地投我 把手举到我的眼睛上面 好吗 我也不想问你 就我跟你问你P 好吗 我投你们很正巧的 我就想投你 我从拿到底牌那一瞬间 我就开始任性了 我就再打气了 你投我什么道理了 完全没道理了 你是个狼也要去投吧 你是个平民 更加要去投吧 因为你投我一定是费票 我投你不一定是费票 因为我拉了5893票去投你 你投我不是在搞笑吗 你拉了到589来投我吧 好吗 多就不变了 我就用身份压制你 我是张白痴牌 请你出局 要不然你对跳白痴 我们两个对变 好吗 过了 就是我觉得 现在狼人已经越打越好 好吧 前两天一招女巫牌 都可以对跳的 现在这次白痴牌 也被你找到了 王成龙是越打越好 不错 他又摸摸了 哈哈哈 我真的受不了 我要告诉你们性骚扰 现在同性恋也通很多的 好吗 不要再跟我 他第一次吗 同性恋 对吧 同性恋晚点讨论 对吧 是不是同性恋以后 我们慢慢讨论 好吧 我来发表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我锦上我已经说了 我没有听发言 沉浸在其他事情 对不对 这个游戏 我是一张狼牌 先知吻 不是说先知吻 就是锦上 我那个叫什么 双金水都已经说了 对 今天一定要给 今天七一天 农师的方块也来了 不要告诉我 不要告诉我 今天七是一个预言家 一定要选择预言家 对吧 我们 有两个火箭的 哪个方块 把他卸了 任飞扬 刚刚上任的 刚当心上任 好 过来 那个 说句话说句话说句话 那你 你发表了 你是不是跳白痴 我没听懂 那就出一呗 对吧 就出一这张牌 因为如果你一 底白痴二号拍 二号跳白痴 你BB这么一堆干什么疼 对吧 二号跳白痴 你去打五就可以了 而且我在想 五可能不是一张狼人牌吧 因为五在这个位置 一二是互打的 八九是互打的 八九是互打的 而偏多的是 保我九的 打八的人 是偏多的 对吧 除非八十五的狼同伴 那 五这张牌要保八 如果 但是如果五要保八 他也不是来出九 也是出一的轮子 对吧 因为二说了这么多 就是要出一的 拉了我们两张牌的票 那如果八十一 八十五的狼同伴 那二拉八九的票 那五是不是要捆绑 八也去跟二打一 所以五这张牌 我觉得可以先放下 先出一张牌 对吧 我底牌是张女牌 出了一如果不是的 对吧 那 出一如果翻出来一张白痴牌的话 就晚上读二这张牌 对吧 出一如果翻出来一张白痴牌 晚上我去 游戏没有结束去读五 对吧 你三只能是张好人牌 因为这个游戏 我如果再牌你是什么 金刚狼好像已经盘不动了 哈哈 就这样过了 准备一先找到票 三二一 一号出局 游戏结束 那么英明呢 我不投票他也出局了 因为最后他看到他在那直播发言 他自己都不想变了 他直接过去 我觉得这样出标了 你们一直都在讲话都变什么了 对吧 都不想听了就断了 第二天你读了谁了 第二天你读了谁了 第一天你读了谁了 高久了就有一次 一日的电 我不能开读了 我昨天晚上跟郭嘉宁说的 我今天就来 你还不读 今天开读吧 不 不 不 今天开读就晚了 今天没开读了 你读一定带回去 来不及 来不及 我死 如果他是个好人的话 常常你再去读 读一个人那就平靡没有了 来不及 现在我要是读到神牌呢 神牌有神牌啊 你是张什么牌呢 我本来找狼牌 我本来找狼牌 我两轮踩他了 我为什么要开就是狼牌 那你救了我 我都说了出了八就出一 那就把一读了嘛 是吗 你这样一起来 游戏没结束就把我推了 他都已经变不下去了 那一读全是张白诗牌呢 那上不上赢 你哪个人 上一票给刘阿龙 怎么要上呢 你们两个人在底下都不上神牌 肯定不开读 万一我读到神牌了 collarum 人在眼前 他根本就有被 zag弹 我肯定 ils想想 娘国相聚 lonely 快戳九肉就好了 我真是不 믿 сделал 牛肉自己都算也没有手指的 牛肉自己都算也没有手指的 排不知道没有手指的 嚯 不能 ownership 你可不可以搭起了 我不会自己的 哎呀小心小心 换码牌已经下换码牌已经下换码牌 第二天你倒开就下换码牌 就他没倒开了 他没倒开了 是没倒开 木木五号 给他木木 我账片我从吃 6号天爷死了 如果第二天我吃了 你都偷吃了 吃一定是个原家的 你第2号给他吃了 10号吃后拿过来 7号给那个 你真的是看木木 虽然我站过边我都没有踩 哈哈哈哈 不知道他这是庞堆 我有什么好事 你知道的话 你就不过 妈这个刘二龙 你不是有事吧 整个人发言就要打回家里 就为了 他又打我 是我们两个位置 这一回 我都打你了 我都知道 为什么要是结束能打我 我是有家庭的人 你打刘二龙 刘二龙可以 你结婚了 8号呢 有妈的报告 但我不是有家庭 所以很有道理啊 所以给人家跟个姑娘一样的 第一天就是6眼 7 8 9 第一天就是6 所以我还没有报上 他自己上班有点快 他说 他是先报了你精神 哎 二天 十一个人 我特别还大个人 这个还 我还得报 这个反观 这才有个变 因为龙哥 因为龙哥 就是带来说 他自己的发言很好很好 他把我该打的位置全打出来 第一天我应该是龙哥 但他没进我 我可以说 我说了嘛 我说了嘛 我说了才行 他不敢吃不要了 他不敢吃 我妈进了警惠流 9世纪他警惠流 1世纪他警惠流 龙哥 你看到 你看到贴白有一个帖子吗 金水是2号了 你看到贴白有个帖子说 你对我光什么我 我警商就在帮你投票了 你对我光什么我 你对我光什么 好啦 发电 你看能不能不要讲 你看到贴白有一个帖子 贴白有一个帖子说 我们两家左右有一张还要验 为什么要验 我刚不闻 我刚不闻 这个不这样啊 不好意思啊 哇 这个不这样啊 不好意思啊 哇 我的天哪 莫莫莫现在看是用美人计的 不要 不要 他做的我 这个叫杀菲 你双双一双一双 莫莫今天要用美人计的 他们两个都不投票 把警惠藏过来再说呀 总归先投给龙哥 他总归先藏警惠了 他们两个都不上罢了 龙哥应该不龙哥警惠 龙哥拿到警惠 我两个谁都要自爆 还行 自爆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透视装透视装 你干嘛要跪在王秋空边上呢 他不摸的 王秋龙这个人 啊 谁结婚了 王秋龙 结婚了他这个人 还是会有猫你的 你说的一下 牛排啊 你知道他啊 九三十二个 你从来没有把我当那个 我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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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边吧 就可惜你已经结婚了 这什么东西啊 你要吃吗 你要吃吗 我还有 这怎么看着不像是能吃的 辣的牛肉 辣的牛肉 真的 谁啊 谁个人 又摸你了 不好意思啊 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在这边告他们性骚扰 不是 我刚做了 你没有其他地方 你好乏 好